英哥能听见吗 能听了你说 好嘞我请教个问题 想问一下 关于国内现在 有那么多互联网公司 有那么多软件公司 然后现在全世界也就中美 像这样互联网公司比较大 比较多一点 那为什么像美国这样 YouTube这样的软件 国内很少有过去出海的 能占领像YouTube这样的 用户心智的这些软件 不是干嘛Tout不算的 TikTok算 但是像直播这一块 很多直播 直播TikTok什么量你知道吗 海外直播TikTok什么量你知道吗 你再跟我说说话 那YouTube YouTube主界面上 现在想尝试做一个short radio 就短视频都做不起来 单独开APP下载量 一共120万 那都不抵咱 那都不抵个国内整个了 什么贡献单车 什么下载量高 打折卷 打折卷都比 都那啥都比不上 你这东西你可别盲舔 是 但是 是是是 但是像 主播 这个直播这边 很多国家 YouTube是比TikTok做的好很多 大哥 人家美国分领域的 推运吃也好 哪也罢的 玩游戏 有专门玩游戏的 不在TikTok上播 不在YouTube上播 日常的主播 什么打打PK 各种的存落壳 都给TikTok什么 你懂不懂数据啊 你见过没有 对 对 在美国是这样 谁好人给YouTube上呆子 那说白了 YouTube就是 大家的互联网 移动硬盘 人格老外 格老外那边 你记得YouTube那个标志吧 红的白的那个 人格老外给做那个标志 上面写的叫啥 叫Hardware 硬盘 那是 那存是移动硬盘 就我的视频往那 往那一扔扔存的去 要流量没流量 要粉丝没粉丝 要变现没变现 你讲话哭哭 往我节目里面插广告 插完一击 我播放量十万 到最后给你接钱多钱 美金啊 接七块五 但是像南美这样的地区 好像几个大主播 都是在YouTube上面 那是你看那几个大主播 干嘛 就是你生命中的大主播 你要扔到我这时候 YouTube狗都不是 那讲话那YouTube 你还问咱家 都为啥不出去 干嘛 你知道YouTube 那个中文区 审核员都是哪的吗 都这个 台湾 台湾的 都挖挖 你要夸 你要夸家好 不行 给你黄标 警告 你要说家不行 你随便编 编啥都行 滚楼梯了 大型滚楼梯事件 死了八百人 夸发给你推流 谁上那儿播去 你还替言明上不平 哥们 哥外面为啥 如果要是 如果要TikTok的 外面狗屁不是的话 为啥挤对你 就是因为抢了YouTube的流 抢了所有平台的流 是 但是像 就是北美 欧洲TikTok 确实 包括东南亚TikTok 发展确实挺好的 但是像南美洲 他们那些当地的人 好像看YouTube还是比较多的 那是不是跟 就是YouTube在他们的视频内容 包括 他们比较关注什么体育啊 游戏之类的 这些是相关性比较高 我想问问南美洲人上YouTube看啥 主要就是一些娱乐类的 然后包括体育类的 然后还有新闻类的 就YouTube很多 南美洲人还这么有闲心呢 南美洲有手机能上网看视频 你高高我都是哪个国家 我之前去过墨西哥 之后准备去巴西 墨西哥是南美洲 拉丁美洲 算拉丁美洲 墨西哥算拉丁美洲 墨西哥算拉丁美洲 墨西哥不是北美的 墨西哥算北美的 但是他算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那中美洲呢 中美洲上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中美洲的这中间什么 老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那边 巴拿玛 哥伦比亚 下面再加上那个 厄瓦多尔 再加上巴西 你告诉我这些大哥都看啥 你知道吗 那边的人口和D.A.U. 最近还少一点 我告诉你 看走线攻略 对 他们就拿那么 他们只拿YouTube看走线攻略 像巴西智力这些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南美洲的使用率 TikTok使用率太低 我感觉南美洲的主播还是比较少的 完了咋的意思 咱们过去发掘点 让他们走线直播 哥们 我问你知不知道巴西礼约里面的网络是几G的网络 你知道吗 巴西礼约 室内应该4G比较多 3G4G比较多 主要是WiFi 厄瓦多尔的网络是几G的 你知道吗 厄瓦多尔应该没有覆盖4G很多 很多4G 厄瓦多尔 发短信息 3G都得机场才有 我们之前去墨西哥 主要还是美国 你给我个理由 假如现在我是有前员 或者是我的平台是我的 你跟我说 我那投钱的意义是啥 咋的他们有网 铁子 那老南美洲多少国 红杜拉斯啥的 那个 那使得手机还不是智能手 还带扭的呢 下面还带键盘的呢 你要干啥 你让我过去给他们做短视频去 国内的智能机 在那边覆盖安卓也挺多的 安卓 iOS虽然不是很多 安卓也是比较多 是 然后呢 然后干啥 你让我过去做谁的买卖 你告诉我 是 营收可能没有北美那么高 好 那不营收的话 你要看 我现在做慈善的 我是慈善公司 对 就是 但是它是有未来潜力的 毕竟人口在那里 你是不是相当于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学过的 那个 我小时候政策思想课是学的 上南美洲去了俩卖鞋的 下飞机 一个人跟说 完了老板 这边人一个都不穿鞋 另外一个人说 完了老板 不是 那个坨辣老板 破天的富贵 这边人都没有鞋 你现在尝试说服我 你在跟资本 你跟我 我是资本 你在跟资本对话 你说那边开发有潜力 我去给他们 我从新华堂开始给他们铺 墨西哥的物价是不低的 英格 他们的物价其实跟南美 就是北美的一些地区差不多 当我们国家的一些商品 你在哪个国家 你在哪个国家待的 现在国内 你在国外待多少年 我没有在国外长时间待过 就一两年了 就是你在跟我讲 墨西哥物价是不低的 北美的南美的这情况 哥们我待美国待15年 你能不能别跟我面前 刷大刀 我上墨西哥赶上你家 你上你家 上厕所了 你在跟谁 你在跟谁 我的意思是墨西哥那边 消费水平算低 但是物价是不低的 大哥那是针对你旅游 那是针对你旅游 陆墨西哥正经 墨西哥人在墨西哥 大概这三千美金过一年 那是人全家的生活费 你去那都是老坎昆 老旅游胜地 什么那个提花纳 那是旅游端口 那是卖给游客的价格 墨西哥就价格不低 墨西哥本地居民价格 那价格便宜 那讲话三千块钱 是一年家家庭生活费 隔美国是干一个月前 老多墨西哥人翻墙到美国 就干一月前 回家一国过一年 所以中国的廉价商品 还是有空间的 中国的直播电商 在墨西哥和巴西 应该也是有空间的 你在跟我唠啥 你跟我唠的不是 你跟我唠的不是 那个什么 那个视频平台吗 是啊 直播的目的还是为了营收 就是他不仅有礼物 还有直播的电商吗 带货卖给墨西哥人 东南亚其实消费水平也不高 东南亚现在的直播电商的营收 也挺高的 不是哥们 我说白了 你这个啥玩意都了解 个一知半解的 上来五米三闹的 跟着干人说最话 你这闹的是啥呀 闹的是跨境电商 哪更显利吗 就是想请教的一个问题 就是像南美洲这样的YouTube 他们的用户心智 就是对于国内的 就像TikTok这样的视频平台 我告诉你YouTube相当的 YouTube相当于国内微博 那个Twitter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吧 YouTube相当于国内微博 就里面上面出现的都是什么呢 出现的都是什么京士大瓜 爵士二拨一 听风就是雨的3D人士 用YouTube 听懂了吗 然后你现在你现在烙完了以后 你说烙到美国YouTube 北美南美的 YouTubeYouTube的 就是我先问问你 就是去跟他们争啥市场 他们他们营收 营收点在哪 你要说你说我到 整个小电风扇到那一样的卖它出去 不用烙这个 你告诉我您 年收入能达到多少个点呢 年产能达到多少亿啊 你要正常烙这颗的话 咱不说那些 就说技术上的话 YouTube和国内TikTok 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吧 差异大了 大概可以这么跟你说 时光饱和 现在国外的TikTok 就是时光饱和 饱和到什么程度 就是三年前到五年前的抖音 三年前到五年前 抖音上什么样的人火 怎么卖货也好 拍断的也好 怎么火的 你现在直接原版搬到TikTok上 你就火 因为他们的他们刚脱离国外的 就是TikTok的用户 包括YouTube用户 刚刚脱离什么年代 就是看视频 学生们看好了 这杯子啊 给我双击666 拿到挖给它装坑 他们刚脱离这个年代 他们刚刚刚脱离了 就是就刚全民 晋升到一个时代 就是啥 街上 哥们你是卖啥的 你卖袜子 我没有钱 能够一双袜子吗 给我双袜 我给你一千块钱 感谢你的正能量 他们刚刚脱离这个时代 就是你要说三到五年前的国内抖音 你说白了就有点坑人 大概是17年18年 左右的水平 你拿着我们17年18年 所有流行过的东西 包括方式 包括人家直播里面卖建展 看过国内的吧 国内的 来看谣的兄弟们 哇 冰尺什么金花 什么什么地的 哎呦 你看这个 有瑕疵砸了 这边的孽子 No No Give me Give me Please No 都紧张懵逼 老外嘎嘎存钱啊 明白吧 你拿的都是啥 你拿的都是属于国内 这早就过时淘汰的方式 拿那边 拿那个鞋底的敲大铁厂 这边拿铁厂 帮帮帮 长马是我表哥 帮帮帮 你一卖我卖一车 怎么 就这回 隔人家TikTok什么 嘎嘎火 光光魅惑 全是国内落后的 就国内淘汰的 你觉得low的不行的东西 在人家那边 先刚刚火起来 你要论量 你要论量 还是TikTok嘛 听懂吗 TikTok也可以做 他那为什么做不起来 YouTube狗屁不是 YouTube狗屁不是 首先他视频机制 他视频机制是定向刷新的 一个是定向搜索 一个是短视频平台 这东西本身就 长视频平台什么 你打开首页 当然首页的板块 那个定向搜索 你想看大头鹰 你搜大头鹰 你短视频是 你在这上下刷刷刷 你有可能刷到很多个人 他的有效操作时间 一小时之内 他有可能刷到上百人 这个网红 和他拿YouTube 一集一集给人看 中间还在 Domito Pizza Only999 For 13inch Pizza 这中间框框 还这么查广告 那哥们 这都不是一个时代产物 好吧 那YouTube 这都不是属于个国外的 已经是碗边饭了 它只是覆盖面大 曾经哪个国家都用 只是覆盖面大 那不代表它那啥 不代表它什么 有市场就市场 就你这个水盆 咱俩别聊电商了 说白了你狗屁不懂 好吧 好 那我先下啊 你先下去吧 别给我这秀了 好像南美的六美的 拉丁美洲的 好像整两个名词 我说白你唬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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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山寂大 一样 让它头三万五千块钱 你整个小电环扇厂嘛 卖没小电器 这行 你别上我这块给这块秀了 说白啥不懂 by bwd6